哈囉,大家好,我是Kim 今天我要來介紹的是這個在Octuba這個地方 我們在圖11,我們在這個地方釣這邊的魚 我在釣的東西是水牛 Buffer Fish 德文Buffer Fish 英文是Buffalo 大口水牛魚 在這個地方我用的是三根一樣的東西 用PVA跟層底幹在那邊釣 現在拉一下這邊的魚 這條是蠻大的 這邊 第一條,6公斤 另外一條水牛魚,這個沒達標 那我這邊用的裝備呢 是32公斤的Mono線 當母線 然後用的是2.7.1的碳浮影線 然後用的是二號鉤 斜購二號鉤 用的是淡水零蝦14 這個香兒 然後用這個PVA在這裡 用的是葵花紙 然後乾小蝦蟹 主要是葵花紙 再來副料是乾小蝦蟹 Pellet就蛋糕 Wunkhack就是多歲的蟲蝦 那Haffen Haffeflocken呢 這個是那個夜賣粥 你要在食物店裡面買的那個夜賣粥 那奎安的就是那個洋香菜 那就是這一整套的這個PVA 然後在這個地方我們卡的距離是10公尺 然後就很簡單 你要往這個 就站在這個地方 然後往這個角角這個地方往前這樣丟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然後 那這邊的上攻率還不錯 我覺得已經有人在這個地方釣到Super Trophy 就是所謂的Rail Trophy Rail Trophy 就是藍鏢的那個水牛魚已經有人釣到了 在這邊 然後我不曉得為什麼這根一直沒上 卡遠點 跳 不一樣 我在這邊使用的是碳線 因為我覺得碳線上攻率會比純魔龍線來的好一點 所以我就用碳線 那這地方相對的安全 裡面如果你用的是Takara1萬 或是像我用的Beluga Venga1萬的話呢 碰到草魚基本上也是拉了回來的 我目前還沒有碰到雍魚過 然後有幾條山花的魚 不過都沒打標就是了 因為用的R很小 對 那你可以來這邊試試看到這個點 那這個地方我覺得還算不錯 因為水牛算相對好拉 就算是冠軍水牛 就是15公斤的冠軍水牛 他還是沒有 沒有說很難拉就是了 所以就是 他這邊拉算賺錢還賺蠻快的選擇 建議不要用 阿法八千 也是可以用阿法八千 水牛沒那麼大的力量 可以用阿法八千 那就是可能要稍微忍受一下 就是掉到大槽的時候 你可能被抽得要死要活了 不行呢就跳車吧 那我再來的地方在這個地方 你要做我方式從這邊走過來 然後往這邊 往下走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往這個邊邊交到這個地方丟 這樣子卡10公斤 目前還沒有掉到冠軍 那我會再盡量一點 稍微看看會不會 試試看掉到冠軍阿 就是這幾天想要做的事情 那因為尋的口不好 這個Studgeon的口不好 然後 山蛙鯊魚是要一直跑點有點累阿 所以我現在就是站在這個地方 慢慢的等他魚上鉤 然後一條一條拉 這樣子 好 那就是現在這個點 我相信應該也沒什麼 特別的地方要跟大家講吧 如果你能夠到這個地方來 你也已經28等了 相信 怎麼樣控魚什麼都會了 我也不需要特別說了 那就是這樣子 那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Kim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